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讲解了首相中的感情线 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 首相中三大主线中的智慧线 智慧线在显示一个人的聪明和天赋上 有着举足轻松的作用 透过智慧线找出适合自己发挥的专场 可受事半功倍之效 首先我们来看 如果智慧线穿过生命线 预示着这个人头脑比较好 知识也比较丰富 但是平常做事呢 过于情绪化 却拼感情用事 如果谈及到自己的婚姻 却会非常的理智 而且又慎重 第二股我们来看 如果智慧线同时穿过生命线和首相中的对公 这种首相也被称之为让子回头之相 有这种首相的人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品行差 但可以让子回头 年轻时历尽的沧桑 中年过后一直到老 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 知错能改 子女呢也愿意接受自己 令离散的家庭再度相聚 第三 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有两条 这种首相的人 头脑比较聪明 有着丰富的内涵 对于人际交集呢 也有自己的风格 这种首相的人 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就富贵人生 第四 我们来看 如果一个智慧线的尾端分叉 有这种首相的人 一般兼具两种才能 如果分叉向上 代表着做事 具有补救的能力 可挽回劣势 如果这个分叉向下 表示这个人 容易不小心出错 做人做事呢 都需要小心一点 生活中 容易为了砸事 而不停忙碌 第五 智慧线 有断序 也就是断断序序 这种首相的人 做事情 成败 无法如自己所愿 即便成功了 结果呢 和自己的预期 大相径庭 这种首相的人 付出多 收获少 而且难以得到 朋友和家人的助力 凡事只能靠自己 第六 我们来看 智慧线的开头 与生命线分离 而尾端 又和感情线 彼此结合 有这种首相的人 人品比较好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富贵 财富 如果女人 有这种首相 预示了持家有成 妄夫运比较好 能够成为丈夫成功事业 背后的推手 如果男人有这种首相 适合呢 离乡发展 不宜将自己局限在家乡 周围 子女运还是不错的 儿女多有成就 也可以光宗耀祖 好了 今天的首相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 观众朋友 可以对照自己的首文 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我们明天 接着聊相学 需要看向或者批八字 可以加老师微信66723319